要不你用录制聚集 录制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 然后他会自动帮你写 写出VBA程式 要不然的话就是按下去他自动怎么样 自动帮你 也许可以丢公式 那再来就是第三种 就我们直接写算 直接写的话呢 那当然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好像比较稍微比较直接一点 你不要这边好像丢公式 有点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那所以呢我们该怎么做呢 第一个要分四个按钮分别完成 第一个按钮是我希望解决什么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切 第一个我希望按下这个按钮 他能够自动帮我输出2到33 在这个范围 那其实做的事情就跟刚刚是一样的 只不过换在VBA里面 按下他这样2到33 那当然你写的方法 OK 第一个 我们 因为我们之前输出的话 是只有一蓝 没有四蓝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的写法是 for i 等于第几列呢 第2列 当然我可能算一下 不过未来这个这个列 是不是不确定的话 你可能有一个公式的逻辑 for i 等于第2列 到第9列 那这边的话呢 因为多蓝 所以呢 我多一个J 用i来 代替列 用J呢 来代替蓝 那蓝的话呢 是第几蓝呢 特别注意 for后面只能用数字 不能用什么D到G 所以这边你可能要告诉他 for 等于 4 到 5 6 7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能要打一个 4 到 7 那一样是NAS OK 那输出的话就是Sales IJ 它会一个 一个一个的输出 输出什么呢 那就是 你可以几种做法 就是把那个刚刚Column跟Raw的概念 把它加上去所以我写出来的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就大概这样子 for i 2到9 for J 4到7 那你把Sales IJ写前面 意思是说一个一个储存格里面 那放什么东西呢因为J 指的就是 蓝 那刚刚不是有个Column 所以这个你可以把它拿来当Column 有没有 Column 减掉 2 加上什么呢 I是列嘛 刚不是有个Raw Raw 减掉2 乘上4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公式跟刚刚那个公式还蛮像的啦 只是把它转换一下 所以用J来代替Column I来取代Raw 所以输出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 不过眼尖的同学就想说 老师干嘛那么麻烦呢 有没有更快 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好像可以 K K 等于 2 然后呢 你可以怎么样 因为我们之前好像有个地方用K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我们好像有用过那个 算那个排名吧 是不是 输出的时候 热透彩不是有 帮我排出 前7名的 有没有 里面的话就有个K 那你想想说K K等于2 为什么等于2 因为我输出的初始词 从2开始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 这个地方 改成用K输出 那我这边注解掉 注解的话就前面加一个单引号 因为我不要直接删掉了 删掉没办法比较 等于K 那可是问题如果你现在直接输出了 怎么样 全部变2 那你要怎么怎么做呢 他才会变2345 对 所以这个 K 因为你输出一次之后的话 你就再把他里面的值 加上1之后 写回去 有没有 他会先执行K加1 本来2嘛 加1变3 写回去之后 他跑 下一次就输出3 又再加1 写回去变4 所以如果我把它改成这样的话 执行 有没有发现 结果也一模一样 至于哪一个比较简单呢 其实会写都简单 那不会写的话 都很复杂 至少你要有这个基本概念 反正我们就是要怎么样 输出这个K的值 或者是输出 输出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们怎么样 就是 直接把它套上去 所以 其实将 再来第2个字 就是我要取得里面的资料 帮我丢过来 那所以呢我可以怎么样 当然我 就是K有K的写法 不过我先写那个不是K的写法 给各位看一下 那如果我输出的话 K的部分 等下再看 那这个是 第2个把这个公式复制 贴到底下之后 我在前面加上一个什么 Range 有没有 B 那特别注意后面是2 345 所以我把它串在后面 它串完之后变B2 B3 B4 B5 那输出到这个 储存格 E4 其实就跟刚刚的Indirector 所以我把它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输出的时候会有蓝名 前面会有蓝位的名称 那再来第3阶段就是怎么样 把它去掉 那去掉的话呢 我们刚刚有用两种方法 不过 第二种方法 repress 因为VBA跟 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用法不太一样 所以这一题用MID可能比较简单 那怎么怎么用 一样把上面 这一个这一段程式复制 贴到底下之后多这一行 输出之后 再把里面的资料做什么 做MID 把资料放过来 OK 应该可以看懂吧 就是这样 其实这个逻辑跟刚刚几乎一模一样 MID 把你的资料就是有蓝位的资料放到里面来 做什么呢 逗点 他会问你说 第2个参数告诉我 你要从第几个字开始要资料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第几个呢 可以根据 这个上面的储存格 这上面储存格 刚刚是用LEN 然后有没有D1 那可是在VBA里面的写法 雷同也是用LEN 但是这里你不能给他一个D1 你要告诉他储存格位置 他是在哪里呢 Sales 第4个参数 刮壶 第几列呢 一定是第1列 第几蓝呢 第3蓝 因为他会变动 对他会 假设他是第4蓝的时候他就是抓第4蓝的 假设他是第5蓝他就抓第5蓝的 这个位置一定是第1列 所以 这个假设 写固定的话 这等同是前面加个钱的符号 差不多意思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再加一个后刮 逗点 一样怎么样 99 所以你会发现 不是只有在函数里面可以用这个方法 在VBA里面一样可以用 只是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写法不一样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用不同的工具也有类似的 大概的情况 像我现在用这个 我也许我用别的工具 比如说我在Python里面写东西 其实只是把它换个东西 或者我在Java里面写东西 我一样只是找了另外一个 也许他叫什么 substreet 换个名称 但是用法几乎一样 所以我们比较麻烦就是我们要去找到那个函数的名称 跟他的用法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 是一样的 只是因为不同的 语言 他们就是 会用不同的名称来 那他逻辑一样 好 最后的话 我们试一下 这边 输出之后再切割 就多加这一行 试一下 输出 少两个字 刚才少了什么 加 2 有没有 长度四个 可是我要冒号的后面那一个 这个时候漏掉了 没关 直接再跑一下 这样的看一下 OK了 应该没有问题吧 概念都一样 只是说 你要把它写出来 这个有点不用十倍 最后的话清除 一样 D2到 G19 点 ClearContent 不过你会发现我多加一个东西 这个啦 就是Lumper Format 这个为什么要加 因为我本来没有加 那没有加会怎么样 因为你会发现 我直接 输出的时候 输出这个 栏名的时候 他这边前面好像 因为他前面是这样 有没有 他前面是时间 可是你输出的时候呢 你没有给他格式化 他就变成他原来 距离 190年1月1号 几天 他变成一个数字了 所以我在这边多加一个什么呢 一个Lumper Format Local 这个前面好像有讲过吧 意思就是你用这个地方 右键 储存个格式 不是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日期嘛 然后比如选这个 制定的地方 就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希望 在 某个范围 套用某个格式的话 那特别主要就是Ranch 把这个格式复制一下 放在那个Ranch里面 比如说这个Ranch里面 那我就直接 输出一个叫Lumper Format Local 其实就打一个Ranch 点什么呢 其实也不用背了 Lumper Format Local 打一个N就可以了 等于双引号 把刚刚容易贴上就可以了 这样他就会帮你格式化 道理是一样的 滑鼠键盘改成用VBA输出而已 那这样的话你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 这样输出 就会是 正确的格式 可是呢你又回到那个 速式了 输出它变成这样子 因为它被改过了 所以怎么办 把它改回来 改回来的话 实际上就是 多增加一个什么 Lumper Format Local 等于0 所以其实如果把这一行 把它放到输出这边来 最后 输出之后 再把这边改回来 这个0指的就是 改回 数字 大概就这样而已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程式可能会比较稍微困难一些些 那我最后做完的结果 在云端上也有 所以刚刚的那四段程式 我有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下面这边 那各位再找一下好了 在这上面这边 VBA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说后面可能还可以在 把四栏 一栏变四栏 如果你四栏要把它再把它 恢复成一栏的话 OK 不过这延伸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分分合合 可能工作里面常遇到 转成多栏 然后再恢复成一栏 这个又是一个栏题 所以请各位 稍微试一下 刚刚的VBA部分 那程式码在云端上面 我是把它放在 我看一下 应该这边有贴上到 人事分栏里面 下面的位置 可以稍微找一下 底下的话有VBA 输出 2到33的表格 然后有蓝名 跟没有蓝 去除蓝名 再来就是 清除